我上一個影片是分享鬥牛四個視頻 大家是不是看的非常非常的過癮 我知道大家好像最近都蠻喜歡這種 很多個影片合併在一起那種感覺 因為真的是只能說那種影片 給人家的震撼感就是大波大波再大波 因為華全宜的實力真的是太驚人太驚人了 真的很能讓你想像到這麼多個演出 這麼多個場合演唱的歌曲 居然合併在一起的時候還可以這麼的整齊 這麼的完整這是非常非常讓我很驚訝 我完全沒有想到了一個效果 那今天我一樣會帶給大家看一個視頻 是四個也是合併在一起的 好那今天要帶給大家哪一首歌呢 就是我管你 好我們趕快來聽吧 OK 太強了太強了 有沒有各位 是不是同樣的震撼呢 畢竟這首我管你 我要再講一遍 是我小哥的心魔中 可以說除了一類以外 他是排名第二的 講真的我到目前為止還是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這些視頻被這個網友這樣收集起來 然後這個合併起來 產生這種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真的是震撼到我 真的是還到現在沒辦法接受事實那種感覺 你是不是跟我同樣呢 各位一體們 你就說對 大家一定覺得很震撼 你看我上一個影片就知道了 看底下的這麼多粉絲的留言 大家好像做的真的是很震撼的感覺 那關於我個人呢 我最近分享這個視頻 我已經分享到有一種怎麼說 上癮的你知道嗎 我就很喜歡再找這種 兩個三個四個合併在一起的視頻 但是真的是不好找 不然就是自己要來做一個這樣子 好那一樣 這個四個視頻裡面 三個我看過 一樣有走下角這個方向這個視頻 走下放這個 小滴也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時候的 他那邊是有寫是歌手榜的 但是小滴真的沒有看過那個場合的我關 其他關於其他的全部都有看過 我歌手裡面啊 BBF音樂節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王者榮耀全國冠軍裡面的 那一首是 收音比較不好 這個大家好像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是收音比較好 所以他當他四個視頻合併起來的時候 嗯 感覺真的是 那一個的視頻的聲音比較突出 啊這個也是能證實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大家都不要懷疑裡面有消韻這個動作 真的沒有 所以你在這個視頻 你可以聽得出來 可能上一個視頻 多牛那一個視頻 或者是大家可能 嗯 這個是不是有動過鎖角的視頻 好 你有話一 沒有關係 小哥原諒你 但是這個視頻就可以證明上一個視頻 是絕對沒有動過鎖角的 絕對是原聲原片的歌曲 因為裡面剛好有一首 王者榮耀那一個 很明顯聽得出來 就是他那一段收音比較不好 所以很明顯 在四個影片當中他是比較突出的 有一個部分這樣子 不是全部 那你覺得哪裡是最好聽呢 這個當這個四個視頻合併起來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不是在他歌曲裡面 是在他在喊大家雙手舉起來那個時候 有沒有 大家是不是覺得那一段效果 真的是你沒有想過會達成的這麼的好 因為你聽起來有一點像隔山回音那種感覺 就很像你站在喜馬拉雅的高峰喊出的 舉起你的雙手 然後那個回音就這樣慢慢 舉起你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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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就聽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 Are you ready? 那一段也是他的回音非常的好聽 不會聽 真的是那個節奏感好像有設計過的 不會有那種 到了Are you? 然後他就ready就出來 另外一個ready就出來沒有 他是Are you ready? 就很像回音這樣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這樣 四個視頻完全沒有重疊的感覺 這 那一段好像真的是有故意設計過 可能有議員說有人可能會把他的四個視頻做在一起 嗯 那是講個好玩而已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反正就是聽華成也的歌曲 一定會讓你每一次聽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不一樣的感覺 不管你今天用什麼的心情去聽 用什麼角度去看 你都會又產生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他最妙的地方 這個就像解不開的一個迷惑 完全是解不開的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會產生這個樣子 不要說大家好了 說小哥我自己 我聽了這麼多首 我管你或是其他的視頻 還是一樣啊 那種感覺給我 感覺我除了聽得很爽很震撼 其他為什麼我會這樣 那種感覺好像 找不出來那個原因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我每次聽的時候 就有感覺一個新的東西的感覺 明明就已經聽過了 而且還聽那麼多遍對不對 但是就是很奇妙的東西 就真的是出現了 真的是產生了 他就是給你一個非常有新鮮感的東西 雖然你一個同樣的視頻 沒有不是新的演出 而且你都是看過 但是有人就是會把它放在一起 你看的時候就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我只能說 我很享受在這個四個視頻裡面 非常享受 還有一個我最後要講的 在四個視頻裡面 三個我看過 一個我沒看過 我反而對一個那個比較有興趣的感覺 因為整體來講的話 我真的是會比較喜歡 左下方這個 雖然喜歡 但是講不出來原因 我相信大家一樣 我真的講不出來原因 四個華春瑩 四個我都很喜歡 但是那如果硬要我去挑一個 你最喜歡的 我真的會挑那個左下方這個 就這樣 那各位會喜歡哪一個呢 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選 你自己想 想要特別喜歡哪一個 就是喜歡哪一個 那我當然希望 每一個都喜歡對不對 每一個都要喜歡 對對對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個 IG的帳號 還有Youtube的頻道 華春瑩的 記得要關注一下 好不好 沒有關注的 趕快去關注一下 在我上一個影片裡面 下方有連結 可以去關注一下 OK那影片分享到這邊 拜拜 哈囉一天們大家好 今天小哥要分享一個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視頻 反正關於花花的 有人分享給我 我覺得 都有想要給他分享出去一樣 等於就說小哥是一個轉運站 你丟給我 我絕對把你分享出去 因為我的出發點很簡單 你分享給我 我想看 但是我又不想一個人看 所以沒辦法自好把你們拖進來 把你們全部叫過來一起看這樣 那今天要聽哪一個呢 標題是寫的信心相惜 這個是華春瑩跟廖俊濤 即興創作的一首歌 好吧 那我們趕快來聽這個 什麼叫即興合作 一定是很多火花在裡面 那我們就趕快來一起欣賞 好 雖然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覺得後面那個應該會非常的好聽 但是聽到一點就知道 嘖 那個旋律再來就會非常好聽 更何況如果他喊到 可能那個旋律那一首 他要仔細做到一個副歌以後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好聽 但是非常可惜 為什麼 這個是視頻 真的是會讓你 看到一個 平常華春瑩在家這個樣子 差 差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在家 閉關沒有人看得到他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視頻 應該可以猜測 他在家可能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只有跟鋼琴的時候可能會 就是像這種的畫面 我只能說 創作能力真的太強 因為你要隨之隨地這樣 哼出一個好的旋律很難 真的很難 就是很很即興的這是很難 很多人都是可能 要恨了很多遍 要找了很多的 key的定點 才有辦法 找到一個比較好聽的旋律 但是華春瑩真的覺得 這個地方他是真的很優勢 因為他很即興 你只要給我這個key 差不多到這個key 這個什麼時候 該換的時候 然後用什麼調 或是什麼的節奏的方式 他就有辦法直接 哼出你想要的東西 不管是你聽得到剛剛 塑星的也好啊 搖滾的也好啊 然後比較那種 龐克的啊 很多種 短短一個即興的演奏 但是他唱出很多種的 不一樣風格的歌曲 這就是他很強的地方 我覺得 即興創作 我覺得他是真的 令人非常刮目相看的一個歌手 除了這個 因為這個視頻就是 小弟一開始都還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 什麼樣的視頻 但是看了之後覺得 對我收穫還蠻多 至少他裡面講的 給我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創作能力非常的強 就這樣 好那其他的就是 可能 那如果大家還有發現其他 除了創作能力非常強以外的事情的話 大家可以分享給我聽 小哥非常喜歡你們的留言 就這樣 好吧 那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拜拜 拜拜 哈囉 ET們大家好 不不得了 上次小哥分享的一首 一類 幾乎每一個ET們看完之後 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滿意 那就更不用講 小哥分享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真的非常開心 得到這麼多好的回應 這個就是我 好像是最大的成就 那我現在也是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話也大哥 他現在居然剃頭了 他承諾了 最近他 自己立了一個新的flag 就跟ET們講說 如果他這一次搶票 輸的話 他就是要剃頭 那雖然這一次的搶票 他竟然是沒有參與的 那是自己的一時的錯誤 讓他睡了這麼的熟 他睡過頭 所以沒辦法 厭讀服輸 那他今天也是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示範 手心用 男子漢 敢做敢當 說到做到 真的是剃頭了 有圖有像 就在我後面這個大的背景 就是我們大哥剃頭的頭像 好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一首歌 跟上一部一樣 這麼多影片剪在一個視頻裡面 那這一首歌是我第二次分享 上一次分享是他 在天籁之戰裡面 因為這一首歌的延伸 就是在天籁之戰裡面的一首歌曲 現在不用多說 我們就先把歌名講出來 就是齊天大聖 好 我們考來聽 聽來我們再講 好 我們開始囉 好 那我們先來講這首本身的歌曲 這一首歌在我的腦海裡的印象中 最深刻就是 自從他改變完我的滑板鞋之後 我覺得他這一首齊天大聖 是第二首歌曲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為他竟然有辦法把西遊記那個短短的主題曲 就那一開始那個主題曲一小段一咪咪而已 幾個音符而已 然後完全沒有歌詞沒有歌 就那個短短的一小段音樂而已 他竟然有辦法把它改成整首歌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讓我非常有印象非常深刻 讓我覺得這個人的改變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強 那當然很多人認為這一首真的已經不是改變成績的歌曲 這個等於就是24個小時內創作出來的一首歌曲 小哥是非常認同這一點 非常認同 雖然節目裡面是說改變 但是小哥也是非常認同 這首歌是正式全新的一首歌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認同 好 一開始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華春宇改編滑板鞋那首歌曲 真的可能就已經說 哇這個人怎麼有這個能力 有辦法把滑板學原版的歌曲 大家應該有聽過 這麼沒有在拍子上的一首歌曲 這麼的平的一首歌曲 要不要改成這麼的潮 還有帶一些美式的那種 饒舌的元素在裡面 這個應該一開始沒有人想到華春宇有這個改變能力 改變成這個樣子 那後面 我覺得 我剛剛說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這一首歌曲 齊天大聲 因為齁 為什麼我會穿這件衣服 你看 板凳有沒有 我覺得這一首歌曲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穿著破褲 踩著板凳唱這首歌曲 就是這一首 真的後來陸陸續續看到在表演的時候都會有板凳在旁邊 都可以設計給他踩的 我不知道真的是因為這一首歌開始還是本來他就有在踩這個板凳這個動作 是不曉得 因為小哥最終他當然是比較晚 我的印象是這個樣子 如果講錯的話大家就可以來灌罵我 下面有黎言 無所謂 小哥無所謂 畢竟身為ET的還如果講錯的話 那真的是該罵 那真的是罵的時候也稍微留一點面子 OK 不要那麼直接齁 那好這一首齊天大聲 他已經改成這麼的熱血這麼的潮的歌曲 已經這麼的很多各種各式的那種元素在裡面的歌曲 他竟然還有辦法把原本西遊記最精華的那一小段的音樂融入在這首歌裡面 就是讓你聽起來很很match的齁 就是很很很很古老的一種音樂 再配上一個現在很現代很美式的那種很搖滾的風格的那種音樂齁 他有辦法把它融合在一起 當你一聽起來很有現代化的音樂 但是 你有辦法變得出來這首歌是原本是哪一首的主題曲的歌曲的感覺 就不會想說他原本的精華就因為兒子被改編完之後就失去了那種感覺齁 這個就是華春瑩我覺得真正很厲害的地方 不管他歌曲怎麼改 改的真的是讓你全身熱血起來齁 再炸的歌曲齁 但是你依然還有辦法保留他原本真正的精華在裡面齁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跟他人生特質一樣 因為你看他齁 從以前到現在不管人改變了多少外面的感覺 但是他的內心 他原本的最初衷的那種感覺依然都保留在齁 覺得他這一點就是跟他做音樂的方式真的是很像很像齁 大家如果有常去聽人家那種改變音樂的那種節目齁 改變歌曲的齁 大家會常聽到說 有一首才明明就很好聽的歌曲就是 很有代表性的一種歌曲 我們就不用說哪一首齁齁 就是平常我們常常聽到的耳熟能響的歌曲齁 改了太多了 好像真的是那一首歌曲為了改而改齁齁 就是完全已經失去了那種 那個手歌原本的精華齁 這這個倒是跟華盛領非常不一樣齁 他雖然改歌曲齁 人家的歌拿來改齁 但是你都不會覺得他在侵犯這首歌曲齁 好像他只是把这首歌曲 富裕了另外一种的生命在里面 那你听起来这首歌 其实 还可以发挥到这一种地步 而你不会觉得他把这首改成 好像明明一首神曲 你怎么有办法把它改成这么的 普遍的感觉 就反正好像把这首歌曲的 等级都降低了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给他 真正的肯定 虽然我肯定他跟夸奖他 包括这一部一百六十几 一百六十九 我觉得都还不够 我觉得我每一部都希望我都能夸奖他 很多人也有跟我讲 夸奖他是夸奖不完的 都希望多夸奖他一点 这个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之前不是ET的时候 我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有人有办法这么的迷了一个人 有办法追踪偶像 有办法追踪成这个样子 我也是很纳闷 现在后来我想一想 我好像慢慢都陷入到这种困境 也对很多人劝我 小哥是不是入坑入太深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入坑 这个是最奇怪的地方 我并不觉得我入坑 我并不觉得我很疯狂他 但是我就是想要多听他的音乐 多听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都想要多了解这样子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算不算很入坑 但是我并不觉得 我觉得这样追随他 不会成为我的困扰 这个才是最重点 你就是很自然的就想要去听他的音乐 想要听他的作品 想要去看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发生 好像 就跟你一天要吃三餐的那种感觉 我讲是不是有点夸张 但是我只能做这种比喻比较亲切一点 好我觉得我该讲的重点我都已经讲了 因为这首歌我曾经有分享过一次 大家就慢慢来欣赏 小哥真的是 要多看书 要多去翻翻字眼 看哪一种语言 真的是可以更好来称赞他的语言 好 那大家如果有想到的话 跟大家小哥秘密分享一下 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好不好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 拜拜 哈喽一天们大家好 今天小哥要分享哪一首歌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小哥都分享 那种剪接影片 非常非常震撼的影片 所以小哥呢 要把我搜索到的这一期影片 都尽量再分享出去给大家看 我相信应该是蛮多人 都还没有看过这些影片 所以小哥有这个责任 接下来小哥要分享哪一首歌呢 这一首就是 齐天 大家都知道 齐天这一首歌 他的歌曲的传达跟感染力 是非常强的一首歌 这个我不用多说 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 那接下来小哥要讲一下 我们花野他的新的歌曲 我相信呢 大家都已经听过 大家已经听过 我可能是比较晚听 但是 后来我真的听了一整天 连环播放一整天 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 很感动 真的是听起来非常感动 特别 有融入那些 小朋友的声音 后来到了中间 还有一个一群大人合唱的声音 真的是很感人 很有层次感 大家如果有去听的话 应该是 有接受到这种感觉 小哥呢 后来也去去看一下 这一首歌的词曲 都是我们华晨宇 他自己操盘 所以 难怪他的词写的这么的感人 然后这么的直率 跟诚恳的歌词 真的是发自内心 真的很像把他所有的经历 都在写在他的这一首歌曲里面 整首歌的画面非常的强 真的是非常的强 那我今天 整个下午听了二十几遍 但我并不觉得 我听了这么多遍 是听了二十几遍的歌曲 并不觉得 我好像在听一首歌曲的感觉 就是你每一次听 都是很感动的感觉 真的是很感动 特别的就是他后面那个高音 真的是我觉得 那个地方实在唱得太好 真的唱得太好 小哥真的是也有去试唱一下 那高音真的是太难唱了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我们华晨宇他唱的 那个高音感觉好像不高 好像他可以再更高 你完全听不出来他 唱那个高音是有负担的那种感觉 可见他唱这一首歌曲的 对这个 他的音域的掌控是非常好 那对我们这种咖来讲 真的是太难唱 完全就是吃力到不行 好那我对这首歌是大概描述一下 对我今天所听到的感觉 当然我会把所有的发现 再来等他演唱会上面 有在唱这首歌 有真的是现场版 我再来一一讲解给大家听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钱 OK 各位议题们 小个人说什么 虽然听了无数遍 也分享过 但是每一次听 看 都是一样 会有一种非常 奇妙的感觉 就是新鲜感 一然在 那种感动感 一然都是 不会少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小哥真的不知道 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当然 我现在跟大家讲是 小哥本身 感受到的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来 称证一下这个粉丝 这位ET 他真的是剪接出来的 每一个影片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 他真的是花了很大功夫 在剪接上面 我再度再一次感谢他 那当然他还有其他影片 我照样一样会分享 到时候还是一样要再感谢他 每一次都要感谢他 因为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就来讲这首本身的歌曲 这首歌曲我觉得最难唱的地方 真的是他前面一进来那一段 我觉得 最近的那一段就是没什么音乐 就是段段的一个钢琴伴奏的音乐 觉得那边是最难唱的 那边就是一进来其实 那个key就是定得非常的高 而且你的嗓音 嗓知也真的要非常的干净 才有办法唱得出来 像这一种感觉 因为 齐天这首歌曲很特别 很特别 对我来讲是很特别 因为他一进来的第一个字 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他就有办法把你整个人抓住 也可以说 他的声音一出来的一瞬间 他就整个人把所有人都抓进这个歌曲里面 我觉得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在这一点 那当然这一首这么好的歌曲 当然是要配上一个非常好的嗓子 才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那可能这一首的歌曲 再搭配其他歌手的嗓音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效果 好我刚刚前面有说 这个所谓的难唱在哪里 因为前面 不只有key很高 嗓子要干净 重点他是 那个气要够多够足 因为他的真假音转换是在定在一个非常高的区域 你基本上 你有办法转到假音 但是你要回到真音的时候 瞬间你真的是会转不过来 那不然你就是假音的部分你转过去 但是你的假音的尾音 你收的不够漂亮 会好像有一点像 太细薄的假音 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 好像听着你唱起来更快没气的感觉 你就没办法做到像他那种 你听起来出来他是用假音去唱的出来 但是他的假音是很厚的一种 就是不会让你听起来很像快没气的 我觉得他这一点是很难 很难哦各位真的很难 而且他要进 Rap的那一段高音 在歌手里面 JCJ也有讲过 他很喜欢他那个波浪 那个高音的波浪感 真的很像有一首洗脑歌曲叫做 我像个海草海草海草 就是这种波浪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那个高音听起来才会舒服 不会很直接就这样上去 而且他有一点波浪感 让你听起来高得很很顺耳 这个就是华晨宇 他唱的高音的时候 喊的时候他都每一次都要做到 不会那种直接这样跳上去的感觉 他是真的是会让你慢慢的舒缓这样上去 听起来真的是有真的比较顺耳 不会那么感觉一下子给你很大的刺激 那当然他做这个这种唱法真的是很大胆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种就是我前面讲的气要非常足 你才有办法唱这种高音上去 没法人家大哥就是天然的氧气筒 他都气得好像都用不完 那还有关于他的rap那一段 你看他身体的律动 他唱每次在唱齐天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特别有一点像在漫游的感觉 就是他不会给他的身体给了很大的那种很强的动作 他就是好像在漫游慢慢的这样 来配合他这一段rap 毕竟他这段rap是不会像他其他歌曲来的这么硬 他就是稍微有一点听起来半缩唱的感觉 没有说很快的那种rap 就是有一点像很有节奏感的那种缩唱 比较跟他其他的rap的歌曲比较不太一样 那还有小哥发现最后一点 就是他最后最后那个尾音 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一部齐天的 齐天这一部电影的话 你完全能感受得出来 他后面最后那一段喊那个音 真的是把原本悟空在电影这个里面的固度感一次表达出来 他就是很简单的 用一个音来做个应用 他就是有办法代表 那一部电影的悟空里面的所有的固度感 觉得华晨宇做的这一部分是 史上没有人做得到 我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很多的demo都没有歌词 光哼 其实他就有办法把人的心哼出眼泪出来 这就是觉得很强的地方 好那小哥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 拜拜 哈喽一听门大家好 今天小哥也要分享一个超强剪接影片的一首歌 今天就不分享摇滚类的 今天要来分享比较揪心的歌曲 这首歌是小哥还蛮喜欢的 通常如果有播放的话 小哥一定会跟着唱 特别这首歌的副歌时候 小哥真的非常喜欢 好那就不用讲那么多 直接把歌面讲出来好了 这一小歌就叫做 我们都是孤独的 好超强剪接的影片 赶快来一起听吧 听完果然每一次小哥都会真的 听完这首歌非常的久心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 大哥他都在描述他自己 整首歌里面都是把他自己的经历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成长过程都描述在这首歌里面 然后呈现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 我是不清楚 但是小哥听到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有很奇妙的感觉就是我听这一首歌 他里面这么多个版本 然后有这么多年的不一样的演唱 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听到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故事那种感觉 但是他每一段故事里面都是大哥在呈现他曾经所有的过程 来给我们看 整个画面感觉你好像很清楚 你好像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在他的身边那种感觉 这个是小哥这一次听这一首歌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首歌里面所有剪接的影片 小哥是最喜欢我之前分享过那一个 2016年演唱会的 他躲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布条的后面 一些门一进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影子这样子 我觉得他那个画面真的是 呈现度非常的强 你一看就知道他想要表达了什么 非常的强 就有一点非常像他在快乐男生里面要唱那个挑衅 那一首歌之前那个前面的一小段的影片 就是一个人在面对墙壁在对着墙壁讲话的时候 完全符合我的心情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 呈现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难怪他会把这一首歌名取的是我们都是孤独的 因为他其实你有仔细去听 他每一段的歌词不管是从面组歌到了副歌每一段歌词都是呈现的非常的孤独 还有其实他里面很多歌词其实都把我们有一些的心情跟心里话都写在里面 特别我最喜欢后面那一段 心里的痛无人能懂 他的梦无人过问 他多么想多么想的安稳 我觉得后面这个歌词真的是打动我是非常非常的深 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看到他自己的画面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感觉都融合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真的是会非常感动讲真的 我相信这么多人听这一首歌曲 带着不一样的心情都会呈现有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这首歌如果在抒情歌界里面还算还蛮短的一首歌曲 但是这一首的歌曲 短虽然短了一点 在三分钟多而已 但是他带给你的感动是做到很夸张那一种 他给你的感觉就不会去在原地打转那一种 可能有一些情歌 俗情歌就是比较那种 就从主歌 再来副歌 副歌可能又要从主歌开始上唱 唱到又在副歌 待会后面又在副歌这样 就是做的铺层比较多 但是大哥这一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一直往上爬 他好像爬山坡的感觉 完完全全没有让你舒缓下来的心情感觉 从前面一开始你就有感觉 然后一直感动 再感动到很感动 但是他最狠的不是他最感动那里你知道吗 是因为最狠的他唱完了 我们的心情还都还没有把舒缓下来 还一直留在那个很感动那个画面里面 这个就是这一首歌最狠的地方 真的是最狠的地方 难怪有人常常说 真实跟真诚是最容易打动人家的 我也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这一首歌曲 好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 哈喽 今天又回到小哥反应视频 今天小哥反应什么呢 也是他的访谈节目采访 这次来到华春雨叉 娱乐不设访 一样访谈节目我们前面就不用多介绍 因为小哥我也没听过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来听看他现场听到的问题 能做出什么反应出来 好快来听吧 那 好啦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是不是比起上一个采访 我觉得上一次比较稍微严肃一点 这个是比较非常有趣 整体就很像看到很熟悉的人在对话的感觉 就是很有趣好像很有风趣 不会有 听也就很轻松的感觉 就信心非常的好 我是觉得大家会跟我一样 非常喜欢看大哥被问到那种感觉 就说嗯 有吗 然后好像有 然后大家就记不起来 想要讲又讲不出来那种感情 有吗 有吗 我有吗 曾经有吗 这种感觉 所以非常有趣 所以很喜欢看他的采访节目 就是这样 他用 其实主持人真的很坏 就是问让我们比较知道他 可能回答不出来 或者比较 他不擅长的东西 就一直逼迫他 让他摆出那种表情出来 那当然很多主持人都知道 其实很多粉丝 一定都非常喜欢看华春宇无助的表情 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无奈 怎么办 这个好像我不会的那种感觉 那种表情 无辜的表情 大家是非常喜欢看的 毕竟 他说叫他大哥比较好 但是 在我们的眼里 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就是长大了 但是还是感觉是一个小孩 真的他除了音乐以外 他其实真的非常不会照顾自己 真的很多事情都要这么多 要这么多热情的仪体来提醒他去做 他真的是 讲真的 如果你叫他自己 顾他自己 你就可以有办法看到他在刚 参加那个快乐男生的时候 那个样子 就像一幅大树的感觉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现在 有人帮他打理 你就看到非常清清清爽的感觉 就很不一样 帅帅的很酷 你看之前 如果他一个人 真的是会回到之前那个样子 什么叫做 隐居 没有听过的 什么叫隐居 好 那 开心开心玩了 小哥也要再 要再回去看几遍 因为我觉得 看一遍真的是不够 我觉得这个采访真的是非常有趣 很喜欢看到里面 所有的笑容表情 那一听门 也都回去看一下吧 好吗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 哈喽一听门大家好 今天小哥又要带大家听一个访谈节目 这个应该也是最新的一个 就是华晨语叉Focus 小哥分享完上一个的访谈节目之后 真的是非常多人推荐我听来 来听他这个访谈节目 所以 我也非常期待 他里面会讲什么 我们现在就赶快来一起听 好吧 哇 这个采访节目我觉得很特别 跟之前我分享过完全的不一样 怎么说一个 该说不算有趣的放大呢 这个一个是非常 说很有感觉 很感触 很感动的一个采访节目 他里面都是讲比较多 他关于他自己背后的付出努力的过程 给我们听 呈现来给我们听 有些真的是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今天就讲的还蛮清楚在里面 写什么歌的过程啊 写多久啊 那这首歌写的是为了什么 这样子 哪一个适合唱和哪一首歌的 里面都讲的很清楚 我们大家都可以回顾才多听几次啊 我觉得这个采访真是很感人 真是很感人 你看我前面都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在下手去把案听啊 其实真的 听得很有感觉啊 因为这个采访有点脱离之前我分享过的那种 有点带着一个玩笑感 就是有点主持人故意要作弄他 给他靠倒那种感觉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真的 是要让他把这个心里有一些话让他讲出来给我们听啊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影片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效果是非常好的 剪接得很好 真的剪接得很好 因为你知道你 好像在看一部那种小短片 他不像 不像这个采访 你看看了一个小短片 宣导片的那种感觉 你会在这个 他所有的讲话里面 他的采访里面 你听他讲了每一段的时候 讲到哪一个歌 或是哪一个故事 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 你之前看他的表演那一首歌的感觉 就例如说他现在讲我管理的时候 你他讲这个过程啊 写的哪一段要 会跟这一首歌是为了什么而延伸 可能他就跟观众互动的一首歌曲 那你就会联想到他在台上跟我们互动的那种感觉 当他讲到 斗牛他在创作有多长时间画这首歌的时候 你就会联想到他斗牛之前 很多个场合唱出来的斗牛 你就会一起联想到那个画面 你看他说他在唱的时候 感觉就是在台上这么的轻松 一首歌一下把它唱完啊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后面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创作一首歌 可能他费了非常大的精力 可能或者精神 一直在想要把这首歌写好 你看他讲话了一个月 一个月听起来好像是很短的时间啊 就一个月像我们这样悠悠哉哉一下就过了一个月 但是你真正要为了去做一件事情 很认真要想把一个事情做好的时候 这个一个月时间等于就是快要十年那种感觉 因为你一直把它做不好 你会觉得很烦 然后又找不到你的出发点 然后好像又失去了自己那种感觉 失去了那个一开始你有的这个热度 好像消失了你变冷了 你找不到这个之前你想想要写这个这首歌的那种出发点 好像冷了那种感觉 找不到那个热度回来 其实真的是很懊恼的 非常的烦哦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生活都会碰到 想一把一件事情做好 但是一直做不好 你会重复的做 然后一直做不好 你就真的会会很烦 真的是会无意中都会自己标记字张张化出来 这个都有可能 现实上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补充就是 他讲到他现在是不是有成长了还是 成熟之类的 大家这个应该是我不用多说了 大概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认为他这一次讲的成长这个字应该是 不是说他的音乐方面 我认为他应该是在讲他自己在呈现一首歌的传达方式 是不是真的成长了 这是我个人的个人的那个想法 小哥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哥的字的意思是这个 但是小哥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认为他的音乐这个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怀疑他有没有成长 深深的体验到穿达感情这个方面 有没有很快很快速的打动一个人 这个是就看观众群去接受到这个感觉 而不是我认为我做得很好 唱得很好 然后就有办法打动你 把这个讯息传达给你 不是 这个真的是你要对这一首歌的了解度 背后的这一首歌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要用你的最真诚的那个方式 最简单 然后又最纯真的方式 然后把这首歌呈现出来 你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打动 观众群 我觉得他唯一这一点是 其实他也不用怀疑他自己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特色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他觉得 他还不清楚他有没有在成长 其实我们可以很正确的告诉他 你各方面都有在成长 而且你现在不是最好 而且你现在状态是不是最好 你永远都不会有最好 因为你旨意有更好 你知道吗 OK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 拜拜 罗伊町面大家好 今天小哥回来了 我要今天就是要做我未完全的一个作品 前两天就为小哥感冒了 所以没来得及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 那现在来分享也不晚了 虽然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我想法 看到的 感觉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我们就先来 欣赏这一首歌 歌其实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那我们就先来欣赏他的MV 看歌的跟MV 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产生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 好 快 听完感觉是怎么样各位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哥写这个歌的时候的过程的 他所有的流程 好 我讲出来可能大家也有人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创作不简单 因为什么呢 跟你讲 里面的对话总共有十组对话 就是大哥跟火星人的对话 就是十组 大哥每一句都有唱十四个字 火星人呢 每一句都有十三个字 那除了对话以外 大哥唱了九十九个字 九十九个字刚好唱到最后一句 是 这个结局是我期待的 我会一直为你祝福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十三十四就是一善一事 再来九九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就是 他这个结局 他都希望永远一生一世 九九是永远一生一世 他都希望 整个火星人都是永久的 永久的 大家都是 可以有办法 我也是一生一世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含义真的很多 写这个歌曲我们除了传达给我们很感动以外 其实他背后也有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仔细去看或去听去观察 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小哥真的也不知道也是听到有一位网友分享给我 还看到 哇 还真的蛮感动的 除了听他歌以外很感动 听他那个讲出来这个消息 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讲真的 好 那讲到这个歌 的部分 我听MP3跟看那MV 是有两个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 听MP3的时候我自己有讲过感觉 大概就是上一次讲这样子 那我有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有看到不一样的感觉 这一次的传达能力跟画面很强烈 甚至非常强烈 那种感觉是 真的有一点像做CPR的那种感觉 嘟嘟嘟嘟 那种感觉 因为我一开始 一开始我以为 听他MP3我觉得 他这首歌传达能力已经非常强 其实有拍MV 没有拍MV 对我讲已经没差 结果 结合了这一个MV之后 那感觉真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虽然你看他的MV是还蛮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MV 但是他所传达出来的感觉跟画面 是很强烈的 是非常的 是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感觉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其实歌里面有两个部分 我要讲到 一个是前面对话那一段 跟后面对话那一段 前面跟小火星人对话这一段 我觉得 有一点像之前的他 那后面这一段是现在的他 这等于这首歌是有一点像唱 现在的他在唱过去的他 那种感觉 在把现在的他在讲过去的他 给我们听那种感觉 等于整体来讲说 他所有以前的过程 是很孤独很黑暗 很需要人家陪伴的时候 都是ET们 在协助他 帮助他 鼓励他 然后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他 唱出这首歌的时候 感觉他是已经很勇敢 非常勇敢去面对事情 他已经从那个里面走出来了 才有办法慢慢慢慢走到现在 所以你会看到他 从被困在里面撕出来 那个画面 看到阳光走出的那种感觉 他好像是 都是ET们跟他一起陪伴他 走过这么艰难 这么辛苦的路程 走到今天 有这个成果 都是他跟火星人 彼此 两个都这么努力 这么的 真心去维持这个感情 都想要去追求同一个目标 就是火星人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AV 真是一次看不够 因为里面太多可以解 大哥 拥抱 过去的大哥 这首歌就叫做 我们的歌 火星人的歌 你们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 哈喽一天们大家好 今天小哥要分享一个访谈节目 就是华晨宇跟 凤凰网非常大的一个采访节目 那这个应该是最新的 最新发布出来的 小哥也没有看过这个采访节目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看 好不好 我们就看里面有到底有什么内容 可以讲的 好不好 一个很精彩的一个采访 里面非常多的内容 小哥真的是找不到点可以让我好好讲 因为 真的他其实里面讲的 每一段都是非常精彩 非常清楚 小哥真的是 有一点舍不得把按下来 虽然中间还是有一点点想 真的非常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件 但是里面真的是每一段讲得很清楚 真的是你一听就懂他在讲什么 就是等于 平常他唱歌我在讲给你们听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非常亲切的 那里面讲这么久 我一想要强调就是 他这个人就是 虽然做到已经 这个地步了 已经红成这个样子 已经这么多人喜欢他 那个哥也是发了这么的火了 他竟然有办法自己 看得这么的渺小 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 一般人如果真的是走红了 他可能就是 张开翅膀就是一只凤凰 不会把自己看得很渺小 他会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小 他会把自己看得很大 这个就是跟 花花的颠倒的地方 他是 虽然现在已经这么火了 这么红 这么多 几十万人的ET们在追随他 甚至百万的ET们 但是他竟然把自己看得这么渺小 真的是很难做得到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影片我觉得简介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他讲的里面的所有的过程 他每一年每一年演唱会里面 每一个阶段 他做过的什么事情 很精彩的画面 都有在简介在这个里面 让你回顾了很多的画面 但是小哥还是怀疑主持人 到底听得懂 还听不懂大哥所讲解释的事情 真的有感觉上 他的所有的里面的解释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另类的 不是每一个人真的是听一次就能懂 包括小哥可能等一下还要再回去看个几遍 因为他有些真的是解释的 让你觉得 平常你在生活方式里面 不会遇到的事情 非常另类的一个想法 都是颠倒性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色调英雄传》 大家可能就知道 欧阳峰学那个九云真经的时候 那个黄龙给他颠倒学习那种感觉 他这个生活方式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但理解都是很不一样 就刚刚我前面讲就好了 很简单的一个就是 我们把孤独感看成是很悲哀的事情 既然他有办法把它看成一个私人空间 他有办法在里面做了更多事情 平常我们来讲孤独 我们可能就会撞墙 就没有人了 他不一样 他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非常的特别 所以看完这个整个采访节目 这么长的一个采访节目 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 开玩笑 当然还是有一点 因为你透过这个影片 这是比他之前的采访 真的是稍微有不一样 这个你更会更了解 更细致一点点 因为他里面 把很多的小细节 你可能不知道 他会把它稍微讲一些出来给你听 让你更懂他创作歌曲的过程 他的过来往的一些敬意 还有他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他跟歌迷的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曲的动力 里面都有讲到一些 所以我们让如果还刚成为ET的人 或是刚认识华丁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对他非常有帮助 因为这个真的是 已经解 可以说这个 二十几分钟的一个 采访节目 其实结合了很多年 他的所有的 多年的精华的采访 都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觉得 嗯 这个 目前为止 这个采访 我看过是 应该是算数一数二非常好的 一个 采访节目 好 下个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 拜拜 好 哈喽 ET们大家好 今天小哥迫不及待 一定要把这一首歌分享出去 虽然 很多人建议小哥 一定要最近都要休息一下 那当然身体真的是没有完全恢复 还是上次还是稍微有点晒痒 但是 小哥今天晚上还是怎么睡 睡 都是睡不着 因为小哥最近分享出去的一部方谈影片 下方很多人留言说 有一首歌 新歌 在演唱会里面 非常好听 那一首歌叫什么 就是 疯人怨 小哥真的是 忍不及要听 但是 又不想破坏小哥第一次听那一首歌的感觉 所以小哥也 不敢点去去听 我听到了 没 小哥听完这首歌真的心情 感觉病都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病都好了 虽然 喉咙真的是还有点一样 因为 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首 特别是在这首歌 我觉得他 所有的 声线唱出来 跟他之前的其他歌曲 比较不太一样 特别是他 真假音 转换这个部分 而且他是非常高 他的音域是非常高的 真的是 嗯 小哥改天也会想试一下 看他的有多高到有多难唱 但是 那这个是我私底下的事情 最后不会告诉大家的 因为 绝对是非常难看的 好 那我们讲 歌的部分 以我感觉听到的 从这首歌曲一进来的时候 小哥真的是有点被吓到 因为 他的声音一进来就很高 然后中间有带一个假音 他那个假音会让你感觉有点像 叫一下那种感觉 听的时候你会有一点 让你有被触电到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 他那个部分他转起来就是 就是 我觉得 不是一般专业的那种 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真的是技巧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重点他是 音域是已经起底去非常的高 所以那个转起来 听起来就是会被触电的感觉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听 其实他一声一出来 小哥已经被 被带入这首歌曲里面 那 那一段结束之后 音乐全部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一个 雷鬼的音乐风格 他这首歌真的是雷鬼的音乐风格 让我想起 小哥在听智商250的时候的感觉 那当然 这两首歌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用的 一样的 类似的 雷鬼的 严肃 但是不一样的歌曲 所以完全不能拿来比 因为是两首歌 但是他我小哥是讲到说 他之前有做过类似这种歌曲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首比 G3250是 来的律动感啊 还有 那个磁场啊 还有那种 真的 你的身体听着 观众听着 包括我这种 听着 就是你没办法身体停下来 你会一直跟着蠕动 你全身的细胞都会动起来 你知道吗 本来小哥刚刚想要睡觉了 那样细胞就开始累了 本来想该要休息 被这首歌激怒起来 我看我今天晚上 小哥也不用 不用睡了 就是 再听个几遍 我觉得也 也不会为过 是不是这样讲 小哥这次也被害惨了 但是 非常开心 好 讲完这个部分 这个音乐的部分 那我 讲到整段歌曲 我觉得他这个歌曲 写起来之后怎么讲 他完全是朗朗上口的歌曲 虽然他的歌 他不希望 大家到时候 大街 少像人家 到处都会唱他的歌曲 但是 我没办法讲 可能是我太习惯 他的音乐风格 所以他唱出来的歌曲 好像我已经 就会唱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有几些 真的是很厉害的 东西 虽然他rap 小哥是没办法 我就说他有几些就是 会故意 跟 做一两三段 跟 互动 那种 观众现场互动的感觉 就是 英文那几句 I know 我觉得那个 就是你会 不知不觉会跟着唱 好像你很熟悉的歌曲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个我觉得这是 不只是把你身体 所有的 律动代谢 而且你是 不只有 Enjoy在这个歌曲里面 而且你还有办法 对这一首歌 付出一点贡献的感觉 虽然就是 一小段 那种已经足够让你很享受在这个歌曲里面 这个就是 这一首歌的魔力 还有一个小歌非常惊讶的地方就是 他喊妈妈那个时候 哦那个声音 我现在叫我示范 我示范不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再听一遍 他喊妈妈那个 那个 不是 一般正常人 能学得出来的 的 的那种声音 我不只有说 他的高度 高度 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唱 唱出来那么高音 但是我意思说 他 唱出来那个妈妈的感觉是 真的有点像 不是一 不是一般人做的 真的是 丰人院里面出来的小子 喊得出来 妈妈 你知道吗 就是 那两个字一喊出来 你就会拍出哇这个好 这个好那种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你知道小哥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吗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 所以 我只能用这样子表达 那还有很多段小哥在讲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讲完 到了最后面 他坐在钢琴上面的时候 感觉有点像 怎么讲 他就是一个院长 丰人院的院长 然后台下里面的观众 总是住在丰人院里面的人 所以他是跟丰人院带起大家 一直这样 很欢乐 合唱一首歌 这样那种感觉 大合唱的那种感觉 但是 结束的时候到最后就有点像 累了啊 可能大家都累了 院长 红大家睡觉那种感觉 当他坐下来 高音完坐下来的时候 弹下来 弹干净的时候 感觉一个人像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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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今天就要睡觉啊 休息那种 把所有的人都红在睡觉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现场的人一定有这种感觉 搞像真的是有被院长 封人院院长给你红睡觉那种感觉 是听来 嗨完 整个 心情很 很嗨的时候 他还会带你到慢慢慢慢的舒缓下来 那到最后还会让你真的心情再 平复下来这样 准备要再好好睡一觉那种感觉 小哥讲这样子 大家应该 可以听得懂 那所有的结论呢 小哥讲真的 所有的歌词 里面的歌词小哥 还真的不清楚 因为the lap太快了 太快小哥没有完完全 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很很听清楚的一点就是 这一首歌 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 舒服 真的是很anjoy 让我真的是 全身上下都可以动起来 虽然如果我是 长辈们的话 我听到这首歌 我会很开心 我全身都可以动起来 有些有点像 早操做草操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开心 还有啊 我听说 之前他讲过 所有的服饰 他会有特别的 演唱会里面 我觉得他这一件服饰 就很特别 有点像日本人的服装 有没有 有点像 但是 后面虽然没有像女生绑着这样 但是 他就是感觉上有一点像 而且他今天头发剃了这样子 还有画一个这么热血的一条红色 我觉得 他剃光头不是没有原因 不仅仅就是输了 必须要剃光头 而且我觉得 他剃光头 跳那一段舞 有没有 非常适合 刚刚好而已 如果今天他长头发 可能跳起来就没有那个 感觉没有那么皮的 没有那么疯的感觉 反正他这个头发 跳起来有点真的是 很 就是那个疯人烟的样子 就是出来了 你知道吗 没有如果他长头发 可能就是看起来 太帅了 太酷了 他真的太酷了 他这样子就是 很适合待在疯人院里面的那种人 就是很适合当院长 那我们就是疯人院的一份子 现在火星人整个快要改名了 变成火星人疯人院 是不是 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首歌只是第一首歌 那未来小哥还会分享更多他的 这一场演唱会里面的其他的歌曲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部的影片 好不好 那这一部如果有讲的其他地方 大家不满意的话 大家就可以跟小哥一起分享你的感觉 如果你有参加这场演唱会的人 那也不满你跟我说你的感觉现场是什么 因为小哥非常嫉妒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今天是参加了16号的演唱会 因为他坐在哪里你知道吗 离花花的舞台差不多二三十公尺而已 这么的近 然后他也有拍照传来给我看 小哥非常嫉妒他 小哥没办法去 那他有去我就把我心情透他去这样子 希望他看完之后可以来一些讯息给我分享 他感觉是什么 那我也是非常希望明年如果有机会 小哥一定要去一趟 拜拜 哈啰 哈啰味听门大家 今天小哥要分享哪一首歌呢 今天小哥要分享华晨宇 演唱会2019年的第二首 这一小歌叫做 好想爱这个世界呀 小哥这一点一定要先挂个保证 我完全没有听过这一首歌 还没有听过哈 哈啰大家分享给我的小哥都收纳起来 还没有听 因为小哥上一个影片有讲过 我不想破坏我第一次听他歌的感觉 我就是想要把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感觉 跟表情哈或者 嗯什么都可以哈 就呈现给大家看是最真实的一面哈 不想说偷偷做个功课啊 哦先可能听得无数遍啊再来分享这样子哈 不是有听过跟没听过 我一定要先讲清楚哈 小哥还没有听过 他在演唱会上面所有的歌曲小哥都还没有听过 什么神术啊这种人格啊 包括余火星的孩子对话我都还没有听过 真的在演唱会上面的现场版我都还没听过哈 因为我想哦一个一个来分享 所以我都不想去听哈 我怕我听了真的是已经讲不出我 当初就是最最初的那种感觉 我怕会忘记掉 所以小哥必须要忍耐哈 现在目前是一直连环播放 凤人院那一首歌 好那我们今天赶快来听这个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听说是非常非常感人 但是小哥真的还不知道感人的程度到哪里 那我们就赶快来一起欣赏 ok 这是第一次的感觉听这首歌真的 慢慢的感动 慢慢的感动讲真的 我透过这样视频来感受都觉得 心情有点压一步过去 真的是特别是到他哽咽的那一段 到哽咽那段 再接后面那一段高音下去 他那个声音真的是串过你一心里的一层一层的那个模 你知道吗 就这样传过去的感觉 他已经我觉得已经 没办法用串透力很强这种词 来形容他们后面那个声音了 我觉得完全不能相比的 那一段已经强大到我真的没办法用语言 我真的用去表达了 真的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 真的是只能用深深的去感受他而已 光我这样子感受就觉得我已经 差一点点 就差那一点点 我还好忍得住 真是忍得住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现场参与这场演唱会的人 听完这一首歌的感觉 可是镜头后面没有拍到现场 如果有拍到我 我相信真的是 现场就像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好 那个是刚刚我对这首歌 最感动的地方 差点把我逼出 喷雷的地方 就刚刚那里 虽然整首歌真的是 听这首歌 心脏是有点 蹦蹦蹦蹦蹦蹦的感觉 特别是他的 词 他前面有讲说 嗯 其实这一首的词有写了三组 他最终会选择这一首 这一个版本的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以我的看法 等一下我会再来讲 那 我们讲这首歌的音乐 他这首歌的音乐 我觉得 这么多歌曲里面 我从未听过有这个版本的音乐 我没办法 去判断这个是什么曲风 但是这个曲风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听到你耳边就是 有一点像你站在很高处的地方 山顶啊 或者是很高的屋顶上面 也好 很静下来的时候 闭着眼睛 然后有一股凉风吹过来那种感觉 少过你的那种感觉 我只能用这种比喻来形容 我对他这一首歌的音乐来讲 真是很舒服 就是光音乐而已 但是 结合了他的声音之后 然后你如果深深去看他的歌词的话 你会完全 能在这个舒服当中 享受当中 但是你是很感动 而且会让你有点感觉 好 那我们讲 跳来前面这里 我说他为什么会选择他这个版本 我这样看过去 其实 很多词里面写的 其实 我们不要 我们就排掉他前面讲的那一段话 我去逛他 听他的歌曲来讲 他会选择这个词的原因 我应该 我的猜测 我的感受 跟我的看法 这个里面其实 比较适合他 感觉就是 过去的他 大家都知道了 他都是一个人长大的 也没朋友 没什么 人心情好 不好 都没办法与别人分享 所以我觉得 他里面写的内容 其实 也很适合他 可能之前 他也是快要被世界忘记的一个人 或者是 他也快要忘记这个世界的人 其实 你大家都知道 他的生活 小时候 不是家境不好 但是 是身边都没有朋友 都是很孤独的成长过程 都是 没有人陪伴 其实这个 比没有钱 还要 还要再 难熬的一段日子 你有孤独过吗 没有 我也没有 但是我没办法 完全去体验他那种感觉 但是 我连想都不敢想 真的会怕 孤独那种感觉 真的是会怕 但是你也听过他采访过程 他可以把这个孤独 干成是一种 私人空间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想法是已经 不是 当初的 他在成长的过程 那种想法 他可能就是 已经开始创作了那段时间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 他这个词蛮适合他 因为他里面真的 你有仔细去看他的词的话 他内容写的真的还蛮多 关于 感觉很像在说他自己以前 就是这么的孤独 这么的 其实很需要人家来 陪伴他 安慰他 来跟他 可能分享一些东西 所以他这首歌 写出来的原因 可能希望大家都以后 如果有发现 有像类似这种人 在你身边 或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认识的朋友 的朋友里面 有这种人 大家发自大爱 去惯性一下 这一群人 比较不受重视之类 或是比较 跟外面的世界 稍微有一点隔离的话 我们真的是 要有鼓起自己的勇气 伸出自己的手 去跟他 分享一些好的东西 我认为这首演唱会的 什么叫大爱 我觉得他这首歌 真的是可以说 代表之一 因为我的看法 那好 这首歌跟过往的 哪里有不一样 我觉得他这首歌 就是升级版的 我们都是孤独的 那一首歌 我听起来也有那种感觉 好像 你看他写在 我们都是孤独的的时候 好像你听起来说 我都是看到他 华春仪之前很孤独 就是那种很很很 很需要人家 安慰他那种画面 就是 都是看到他以前的 那种孤独感的东西 呈现的很强的 那当你这首歌 虽然他讲的就是 类似这种 比较孤独啊 比较寂寞的一群人 但是你也有办法听得出来 他这首歌是带一点安慰感 听起来是有一点安慰感 也可以这样讲说 我们都是孤独的 那一首歌是 可能之前比较 没有那么成熟的他 在看他以前的过往给我们看 唱给我们听 但是他这一首歌是 我觉得他已经 把之前的 隔离开了 他之前的过去跟现在的 新世界 他现在现在是从这一步开始 他已经成熟了 已经长大了 他有办法 用比较 快乐的心情 或是带一种安慰感的心情来 看待 他之前的那一些所有的 过去比较不好的心 都有办法用那种 比较正面的去看他 所以他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 真的只能讲说很 有点像安慰他的过去的感觉 虽然真的是唱到最后 哽咽那段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真的是差点哭出来 结论来讲说他这首歌是更成熟的一个 我们都是孤独的那个版本的歌曲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作品 非常我觉得不管是曲风也好 齿里面也好 整个人的唱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 我觉得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五年前的华晨宇 五六年前的华晨宇 他现在已经全新的他了 真的是新世界 这一年演唱会 真的是非常有一个代表性的演唱会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我觉得他这段字写的太好太好了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后面那一段 接起电话是你啊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 我可以解读成 当他真的是很低落的撞动下 完全已经可能快失去自我了 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的时候 结果都是你们这一群遗体人把他一把拉起来 给他最大的温暖 所以会让他逃离 走出那个那么黑暗的一个 这么不好的一个地方 让他重新迎接 这么好的这么阳光的新世界 所以我认为华晨宇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体们 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每一个演唱会里面 他都会做的最好把它当成是最后一个演 每一首歌把它当成是最后一个演唱 因为他是要把所有最好的献给所有一体们 参加他演唱会的人 因为一体们就是他的家人 影片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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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真的没听过 那这首歌名呢 就叫做七种人格 七种人格就是 这英文还不错 那我们赶快来 欣赏这首新闻我们再来讲 Oh my god 我们就是直接 接入重点了 听完这首歌之后 不是听完 是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的感觉 我去做一个比喻 就有点像 首歌前一阵子去看了牙科 去要抽神经 所以你就不是他会拿一个 钻针 想要把安利加茨穿一个洞 然后拿一个小针去抽 抽抽抽抽 当下你的心情 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然后啵啵 一直心跳 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那个 针上面 或是在那个机器上面 那个钻钻 钻牙齿那个 你无时无刻都会很紧张 什么时候会痛 就是 抽神经的时候会突然 丢一下 碰到那个神经的时候 就会痛一下 所以我不知不觉 我的手啊 就被我捏到流血 我都不知道 只能指指甲力 捏到这样 自己都不知道流血 那是后来 回来的时候才看到 手流血 才发现我刚刚太紧张了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 我的牙齿上面 我就没有注意到 我的其实 全身都是僵硬很紧张 心脏跳到不停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 大家觉得说 听歌跟钻牙齿有什么关联 其实当然是没有关联 但是因为那种感觉很香 我刚听这一 听大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从一进来我觉得 嗯? 这首歌 就有一种感觉 好像不止 不止会这样子 后面一定是很 很多更精彩的地方 结果越听越动 我心情越来越紧张 就是 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所有的听力 也是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我不知不觉 我也捏了我脚的 脚子都捏了很大力 但是听完之后 对哦 我刚才捏我自己的脚趾头 因为我脚现在是在上面 我怎么会捏我自己的脚趾头 所以我小哥 才会说刚刚那种比喻 他真的是会让你 进幕口袋 所有的人 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你会无时无刻说 下一秒 他唱出来是 会代表哪一种人格 哪一个表情 代表哪一个个性的他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 都很紧张 现在 时时刻刻都 好像 心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 好 那我觉得这首歌呢 整体来讲 我觉得他这个 已经不是一般的歌曲 我觉得 光你讲艺术品 都已经超过这种等级了 如果以食物来讲 这个就是绝对是殿堂级的一个等级 那如果你要讲 饭店的话 他绝对是超五金级以上的饭店 因为 这个跟他过往其他的作品 完全是 跳动 完全是不一样 或者你可以看他 有人拿 假新生跟那个 癌来做 对这首歌来讲 说这个是升级版的 我觉得不为过真的是升级版 而且这个是 完全是两首 假新生跟癌那首 融合起来的 还有再加另外一种严肃进去 在里面的感觉 已经完全 没得 没办法再做对比了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 如果真的是 唱片出来了 这首歌应该是 全世界都要瞩目的一首歌 其实我认为 大家应该有听过大哥唱过 Cinderely那首歌 就是这首 Cinderely 之前 大哥有唱过这一首 这首歌 是不是红片全世界 原因是什么 就是 这首歌非常独特 然后 里面所有的 表达的东西非常强 画面也很强 什么东西 各个东西唱法 唱功都好 都很好 所以才会红片全世界 那大哥这首呢 会输那首 不 我觉得这首已经完全超越了那一首歌 我觉得 他应该是要在音乐集里面 非常非常会被受瞩目的一首歌曲 已经非常非常被受关注 被崇拜的一首歌曲 因为他里面所有的唱法 表达出来的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 真的是 电堂级歌手的 的等级 我真的没想过 在我们华语乐坛里面 在一个 算年轻的一个人 能做出这种音乐出来 能唱出这种音乐出来 真的是 百年以南间的一个 天才啊 真的 真的 说实在讲真话 小哥真的认为这首歌 真的是 要被全世界关注的一首歌曲 应该不就我们华人街 觉得不管每一个国人 哪一个国人都好 都一定要非常崇拜这首歌曲 也要认同这首歌曲 我认为 如果真的是到时候没有 被大家认同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的音乐 应该是语言的问题 绝对不是他这唱法 唱功跟他的音乐的问题 绝对是应该 可能是语言的问题 是语言没有被接受 不是他的音乐没有被接受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好 那有人说这首歌 不希望听大哥再唱 但是你要想 如果大哥没唱这首歌 谁还会能唱这首歌 没办法 只有他能唱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 真的不是一般唱就可以唱 一定是要这种大型演唱会来唱出来 才有那种感觉 而且小歌这样听 真的是震撼度真的还不够 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在现场 听到这首歌的传染力有多强 因为我觉得我光这样看画面听 虽然都已经很震撼了 觉得怎么你有办法做成这个样子 很佩服很敬佩很敬讶 但是现场我觉得应该不只有这些 心上的感觉 绝对超过永远这个 好吧 那讲到七种人歌这首歌 小歌的感觉就是 这首歌代表很多种的 个性在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 小歌的感觉 因为 从他一进来 不管是 他里面常常有 愤怒感 悲伤 孤独 开心 渴望 渴望 尚心 什么感觉都在论好里面 上次我讲过 喜怒哀乐 酸甜苦 还有加一个 弦 都在这首歌曲里面 但是这首歌里面很强烈的一个是 他的愤怒感 比起他那其他的歌 我觉得他这一首歌的愤怒感 比较强 那一首歌曲 你看他 怒火后面的 不管是 在鼓台上跳 很疯狂的一个表演的时候 他所有的表演 他是已经非常愤怒 真的很像我们平常的生活方式一样 就是 很多事情我们面对的时候 最终的解放的方式就是 就是愤怒 怒火出来才会解 很多把这种其他的情绪 各方面的事情才会办法真正的表达出来 所以真的有一点像这一首歌曲里面的感觉 那当然是小哥的个人的解读 每一个人解读都会 不一样 但是小哥今天听到的是这个样子 毕竟小哥也是第一次听 第一次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里面的所有的应用的很多的唱法 就是 往 以往很少看到的 有一点像 里面还有一个像 地狱者的那种声音 就是 很低沉的声音 然后 然后那个声音就会让你 起毛的一种声音 不是像 而且他是这种用讲话的方式 这种 很像大家有看过 心思走路那一个联系剧 他里面有一个地狱者带面具 他就会讲这种声音出来 很低沉的声音 然后他声音就是 很毛的一种声音 我觉得他这里面就是太多唱法 不管是高音也好 怒火那一段也好 其实 我觉得 唯一我 不想让他唱这首歌 当然 不是因为这首歌 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这首歌 是太伤他的嗓子 特别是后面那一段 怒火吹那段 但是火龙可能就是 要好好保养 因为那个 死猴的那种唱法 真的是很上赏子 好啦 小哥的今天的结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听完这首歌的感觉 那如果小哥 之后再听有发现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的话 小哥再透过其他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 拜拜 哈喽一听门大家 今天小哥又再度分享 一首叫做 《疯人宴》这首歌曲 那今天分享是比较特别 因为最近 这个话题还蛮热门 就是 《疯人宴》再加上 小丑那部电影的剪接 合并在一起的 可以说一遍很像 结合的一首歌曲 很多人讲说 很奇妙的是 这一部电影 跟这一首歌合起来 就这么的搭的 那我也是非常非常的 好奇 想要去找来看 那也一位非常热心的粉丝 每次都会很 热心的提供讯息给我 也叫我去看 小丑这部电影啊 什么之类的 那 后来我就再去查一下 我看一下 各家推荐的 那就找到这一个 这一个版本了 因为我后来 我看过有很多版本 但是 嗯 我就看到好像这个 的反应还不错 我就选了这个 但是我也没看过 那我们就是 一起来看 看我们就再来讲 好吧 好一听完 看完 也听完 我保证 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跟感受 华春雨的歌 就是这么的奇妙 但你只有光听音乐的时候 你又有 另外一种感觉 但你配上他现场演奏的时候 你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但有人把这一部小丑电影 剪在这个歌曲里面 你又听起来 又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小哥为什么会说 华春雨的歌曲很特别 他的歌曲就是 你用什么心情 来听他的歌曲 你绝对会产生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像我上次去分享他的 这一首在演唱会里面的时候 你是那一种 他在舞台上 很释放那种感觉 会比较强烈 他在很享受这一首歌曲的里面 的感觉 你会看到他台上 你会那种 觉得他玩得很开那种感觉 那还有其他细节 小哥上一个奉猿里面 也有分享过 如果大家好奇 可以大家去 看一下 听我讲的 这样子 因为不可能我全部 再搬来讲 会讲会太长 太浪费大家时间 那我们这一部 就来讲 这一个的就好 那你回来看这一个影片 在这个剪接下来 那当然小哥要先 对这个网友 制作这个影片的网友 先来说个感谢一下 你这部影片的剪接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选这一部 我是没错的 我虽然其他的 我小哥还没去看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给我的感觉 他这个剪接是非常好 第一 他每一个阶段 每一段的词的时候 都剪得非常的到位 那最好的是 他下面还有提供字幕给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很很伟大的一个 一个作者 因为有字幕就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有时候有些字 真的是会有些模糊 但是你透过有字幕之后 你会很理解这个整段的意思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是去 搭配他那个剪接做来桥段的影片 所以结合的我觉得非常 非常的好 那小哥看完跟听完这首歌整体的话 我又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我对小丑这部影片是不感兴趣的 这个小哥讲真心话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小丑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反派角色 而且他在蝙蝠侠里面演的过程 并不是像这部电影专门演小丑的这种过程给你看 他那边就是演他一个非常坏的一个 搞破坏的一个很坏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根本不会理解 这个小丑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把他避成这个绝路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根本也不会想去了解就对了 那关于蝙蝠侠小哥本身就不喜欢看那一部蝙蝠侠这个英雄 这个Superhero 因为对我来讲他是一个hero一个英雄 但是不是超级英雄 因为他没有特别功能 他也没有其他 他就是靠着科技 然后就是 我认为他的电影就是 讲话比打斗还要多 所以小哥 这我个人的问题 绝对不是代表大家是我个人 我不太喜欢那一部电影 就是我的脑海里不会是首选的那种电影 更何况 他里面的反派角色 你根本不会去 想要去多了解这部电影 虽然前一阵子真的是网路上很多网友都对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的好评 好 那就经过这么多人的网友分享给我 本来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后来一直有人推荐 我就好好奇 那今天就找一部来分享 看完之后小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真的没想过 华士女这首歌既然配上这个剪剪影片是这么的搭 然后看完整段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一个影片很像就是华士女这歌曲的MV 或者是 喜欢你这个就是小丑这部主题曲 那一种感觉 你完全都会不会想像过 会产现这种很奇妙的效果 我看完整整部的时候 感觉对这个影片有感兴趣 你知道吗 本来一开始完全不会有 想去看这种影片 但是你看完这个桥段的时候 你会想去了解 它的过程是 整段是什么 因为它是简介版 所以你会看到说 哦 里面很多内容都是 可能比较精彩的画面 比较简介 比较符合这一首歌的感觉 但是你看完你就会想要去了解 这个整 整部影片里面 从头开始结束是什么原因 那前提当然是因为 这一首歌带动了我的心情 想要去了解这部电影 这个才是前提 虽然在我的解读这一首歌曲 跟这一部影片 我认为是 有反差 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一首歌曲 所以我的感觉是好像 大哥在表达出来是 他想要去脱离这个疯人院这种情形 想要去脱离这种感觉 但是想要尽量把自己 从这个疯人院里面脱离的那种感觉 想回到正常人的生活那种感觉 但是这一部影片是 把自己逼到这种程度 把自己逼到这个绝路 或者环境把它逼成这个样子 小哥 对这部电影是没有很理解 但是我透过这个影片之后 我可以很理解 这一首歌曲 跟这一部影片搭配起来 是产生一种 可以很强烈突出一种感觉 就是两个字 悲哀 那当然在悲哀里面是 还有很多可以分成 可能是比较孤独啊 寂寞啊等等等等都很多 但是小哥的第一个影响 感觉也是很悲哀 真是很悲哀那种感觉 很强烈 告诉我那种感觉 这一首歌曲搭配这个小丑的影片的时候 本来我以前对小丑的印象公司是 坏人 反派角色 但是我看完整个 然后搭配华春雨的歌曲的时候 我把这个 之前我对那个小丑的反派这种 印象有一点稍微蘑菇掉 变成有一点像说 他其实 还蛮可怜的 他其实这些不是他想要 他好像是有点感觉 被这个世界给排挤 可以说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怪物来看 台湾人讲说你是小的 这样子 就是你是疯子 那种感觉 大家都把它看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 真的是 环境 跟他自己把它逼成 最后的那种 变成 他只能活在他自己世界里那种感觉 就是 他想要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没有再考虑太多的那种感觉 虽然我对这部电影真的没看 小哥这个 发誓 没看 真的是 我都是以这个 我看到现在的感觉 跟大家讲而已 那当然我再来可能会再去看这部电影 但是我理解度 跟大家第一个看这个影片 应该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 这个整段影片我觉得简介了 有一个 很强烈的 除了悲哀告诉我的 也还有另外一件事 其实 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隐藏在心里 然后他要呈现给大家看出 是一个很快乐的他 其实他都很不在乎 然后他就很开心 很开朗去面对 很多的世界对他的一个质疑 然后排挤 什么事情也好 所以他 你有看到有一段他是把 他其实心里很难过 但是他还是 用他两 把两只手 把这个嘴唇这边红色的 要画上去 虽然 当下他的心情是很挣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感觉他的时候很挣扎 很难过 然后 但是他要 展现出来我就是 是快乐的 我不敢做什么事情 什么获果 我都是快乐的 那种感觉给大家看 所以 很多事情他都是放在心里 都不讲出来 所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一直把他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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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是不了解的 你也不想去了解 但是你因为他的歌曲 去结合这部电影 你会想去了解 为什么 会有人把这个影片 去来跟这首歌曲做一个结合 你会完全突出这一首歌曲 想要表达出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的那种表达的意思 虽然 像我小哥刚前面讲的 他是有一点反差 但是你 结合起来说 这种反差其实 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被你遗忘 然后这首歌曲 他会把这一部电影的 想要表达出来给你的感觉 想要给你看到小丑真正的 扮演的角色跟他的 整部电影里面的 过程跟那种感受 经过这一首歌的加持之后 真的整个感觉就出来了 那你其实不用看这部电影 整部的 其实有些人 比较理解度比较高的 除了小哥以外 应该都是可以懂了 这部电影要表达的是什么 短短的五分钟 你其实可以不用去看那个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电影 之前我对华春雨的歌曲 可能就是 佩服敬佩 那这次小哥要多加一个 伟大 真的是伟大 但是小哥想要表达的是 可能大家觉得说 我为什么一直讲这部电影 而不是我要去分享华春雨的 凤人愿 不是这样子 因为真的 没有凤人愿这一首歌曲 真的不会让小哥想要去理解 小丑这个 这一部电影 因为你就没有喜欢去看 你怎么可能会去收过来看呢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前提 你才会想想看 那个小哥的前提就是 华春雨的疯人愿 就是这样 是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这首歌 不会让小哥有这种感觉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剪接的非常完美 就帮小哥按个赞 然后大家也是 然后小哥也是非常感谢这个 网友剪接出来这么厉害的一个影片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 拜拜 哈喽一天们大家好 今天小哥要分享哪一个影片呢 这个影片是我要兑现我的承诺 因为之前有人一直跟我讲说 为什么我小哥不要去分享 华春雨最新发表的那一首新歌 还没演唱会之前 小哥就说 不 小哥把这种感觉留在 等他演唱会现场 有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时候 小哥才要分享这首歌曲 但是后来 MV出来 小哥 就 没有等到他的现场完 然后就先分享他MV 那今天小哥 已经把他里面演唱会里面 几首新歌都分享过了 分享过之后 小哥都觉得 承诺 毕竟就是承诺 一定要再分享这个现场版 虽然 可能大家都已经 听过小哥之前讲的 对这首歌的感觉 小哥也之前讲的 好像也差不多了 看到MV 那种感觉小哥要表达出来 都讲的差不多 但是现场版 现场版小哥还是要分享一下 我的感觉是什么 也算是一个男人嘛 对不对 讲过的话就是必须要兑现承诺 小门大哥都是说剃头就剃头 对不对 小哥怎么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 就是光分享一个影片我做不到吗 对不对 而且这个本身就是我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这首歌就叫做 一火星的孩子对话 现场版 我们来一起听吧 好 收起情绪 认真讲解 真的小哥 到了夜后面 真的是 真的小哥 一开始听这首歌很有感觉 但是我听的感觉是 感动加开心的 真的 到后面有一位网友喊出几句话之后 正是我整个情绪是 反过来 完全已经感动到想要 真的是想要哭的感觉 真的是 小哥是真的是 呃 比较容易真情流露的那种 虽然 面对镜头这里有时候 抗压性自然还蛮强 但是有时候碰到这种 比较很突发的那种 来的那种 感觉真的是 可能很难控制得住 好吧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网友 在拍的时候 到了后面晃来晃去 我真的是可以理解 虽然前面他真的拍得很好 晃来晃去晃去 应该是心情 波动感非常强 然后可能就当想哭泣 其实已经哭得很惨 那到了最后他喊出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他本人拍喊出来还是 旁边的几位小姐喊出来的 应该是不是几位 几万的人喊出来的 的 我爱你那种 那个 真的是 掏心掏肺的 我爱你那种表达 非常的 真的 纯洁的一个 我可以跟你讲说 已经非常pure 非常的真实的一个表达 出来的感觉是 真的让我可以深深感受到的 那种 真心 真心的表达 爱乎他的那种表达 我觉得 一句我爱你 真的是 不只有 代表现场所有ED参加那一 那一场演唱会的人 而且他也代表我们 全球 全球爱化成语的人 就是透过那些三个字 我爱你 表达得很清楚 他就是我们想要表达 他们现场已经帮我们表达出来 真的是非常 喜欢这个网友 可能 我听我老婆讲我爱你的时候 都没有来的感动 但是听着喊出我爱你的时候 我在这眼泪快流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还没有看过 有一位偶像 我先把他定为一个偶像 有这么多粉丝 为他这么的爱护 这么的保护他 这么的珍惜他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他的粉丝永远都不会离开他 永远都在 而且他一直增加 这是这个前所未有 小哥真的是没见过 这么有吸引力的一个人 那当然他为什么会可以吸引这么多人 会去关注他 去爱护他 守护他 保护他 各种等等的 一体们想为他做的事情 那当然他是有一个前提 他是非常诚实 真实来对待我们 然后把我们看成 就是跟他家人一样 所以 一体们 我们都是人 心都是肉做的 对 我之前有 听完一个 对不起 我这个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 我觉得他分享的还不错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讲了 他说人跟人的交流有三种方式 就是 虽然小哥真的不想把 我的这个分享话 去你的这个歌曲视频 跟政治人物有关系 但是 他讲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拿来应用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希望大家也可以 理解我想要分享这个的意思 但并不 绝对不是因为想要涂抹一些气图 只是纯粹想要运用他的话而已 他说 人跟人接触的方式有三种 就是一 就是嘴 对嘴的接触 就是我们只是用嘴巴跟嘴巴对方 谈话而已 接触都是嘴巴 但不是说 亲嘴 kiss 不是 就是说我们都是透过语言 推对话 那第二种是 嘴跟心 就是可能对方都是用 嘴巴讲话 然后我们用心去感受他 就是一般的感觉就是 你会看到其他场合的 偶像跟唱歌跟 他的粉丝的互动 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他的偶像可能就是想要尽力去表演而已 然后他的粉丝就是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然后珍惜去追随他 但是他的偶像是那种可能就是 用他所有的才华去满足他所有的粉丝 用尽力去 用他所有的才能去满足他的粉丝 那当然这一位偶像也是当然是非常努力 但是 我们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心跟心的接触 那今天心跟心接触 那我为什么会拿这个三个来作比 就是 我们大哥就是 站在第三个这个位置 就是他的心跟一体们的心是有互动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的支持他 这么的追随他 然后他为什么也是这么的珍惜我们 这么的爱护我们 因为我们 不是嘴跟嘴 不是嘴跟心 而且我们是心跟心的 的互动 所以我们 跟大哥的心理的解释是非常强的 虽然我们是没有见过面 都是透过音乐视频 然后去感受你 然后 有可能 你也是透过网路上 也有可能有看过我 我是说有可能 这就觉得是百分之百零零零点 是觉得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我还是说 有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互相用心跟心 结合的非常密切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小哥都一直做 华春雨的反应影片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是小哥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 也可以说目前很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也聚集了很多 广大各国家的粉丝们 ET们都在小哥这个频道下方 就是一起撑了好像 一家军那种感觉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所有的华春雨的话题都在这个 小哥这里小哥的大家庭里面 所以 大家如果真的有看过小哥视频 你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不知道的 尽量问 虽然小哥有所能忙 没办法帮你回答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从以前到现在跟小哥一起欣赏华春雨 这一个一家人 这个家族 都是非常乐意去帮忙 帮忙大家 帮忙大家分享 你不知道的事情 帮你讲出来 给你答案 我觉得 大家可能理解的华春雨的事情比小哥还要多 但是小哥很开心的是 大家都愿意守护这个家 虽然小哥算不上什么等级的人 就是一般一体喜欢华春雨的 跟大家一样的人 但是小哥也是非常感谢 所有一体们 看我视频的人 也是非常爱护小哥 所以小哥也是真的是非常感动 所以这个重大责任小哥就扛下了 分享话声音 分享话声音 大哥的所有的音乐小哥就扛下来了 好不好 从头到尾小哥都没有讲 这一首歌曲的现场版是怎么样 就是反正就是很感动 听到大哥跟现场一体们 来大和唱这首歌 其实我们都一开始就已经猜到 大和唱应该是这首歌 所以 嗯 这个是不适合我们的预料 果然我们就是一体 慢慢有琢磨到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小哥刚刚讲的信息就是 差不多就讲到这里 虽然 小哥最近讲话 越来越偏离歌曲 但是没关系 我相信我讲的话 绝对是真心话 然后 都是因为华春雨 而讲这些话 好 拜拜